我们就在寻找贤良寺的遗迹 挺好的寺都给拆了 贤良寺在哪 原来拆的已面目全非 最后找到了吗 请您关注北京山家行 基本上来京的这些大寺 落脚之地 这个著名的就是李成章 基本上后来就改成李成章 在北京的一个实际园了 平原实际上就是在北京的一个住处 很大 找不着踪迹了 那边盖的那些 就是在它那个位置上 他们说从哪个门进去 还有一棵古树 那是唯一的贤良寺一个遗迹 但是从哪个门进去 我还还真是 看他那个院 他为什么他在这住 这不离故宫近吗 这个为什么他成为故宫的那个 招待所 他这东方门就直接进宫了 对 通过南家花园 那都是非常可惜的 这盖哪个楼是原来的贤良寺 这一块都是吗 看这个 这是那个后门 是吧 那现在这个不是一个饭店吗 就死不退了 这还能找着他的遗迹吗 进不去 这边也都盖上楼了 应该这贤良寺 就在这一块 都新三建的 没有老东西的 贤良寺 东起校尉胡同 西林王府井大街 占地面积 约六千平方米 贤良寺 有山门 碑亭 前殿 京楼 东西配电房 还有一块 乾隆皇帝 玉书的 新京塔碑 民国时期 人们常常将寺庙改造为学校 贤良寺也不例外 于是这座百年古寺里 传出了朗朗读书声 吕僧人的悠悠念经声 相应成曲 由于近些年来 校尉小学进行多次扩建 贤良寺的建筑已被拆除 至今已不存在 消失在历史的烟云深处 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